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有年第一安全到安全地图》 谈到安全,肯定离不开两个大的背景 那么第一个就是 我们当前已经从IT时代 进入到DT时代 或者叫DB这样一个时代 另外还有一个大的背景 就是安全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 在两个大的背景下 去考虑安全的时候 我们可能站在角度和出发点 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 都会有所不同 那么接着我们来去展开 我们先来看安全行业 在悄然发生的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 大家可能平常都不太注意 但是你去仔细地思考 就会发现 他们已经在向这条路上在走 或者是已经走到了一定的阶段 首先从产品形态来看 现在就这么三个大的变化吧 第一个就是从盒子到服务 因为原来确实 产品形态都是盒子 但目前足够的在向服务 这样一个方向去演技 或者很多已经是以服务的形式去提供 第二个就是单个的盒子到盒子加云 或者就是语音 就是说现在即使是盒子 它也很少是单个盒子去做这样 而它一透约后台的一个语音 或者说就纯正是语音来提供这样一个能力 第三个方面的转变就是从功能到智能 就产品它原来都是单个功能的 但现在大家都在到功能之间的协同 包括提供一些智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一些防护的东西 这是在产品形态上 然后在运营模式上相对应的也有三个变化 第一个就是从卖盒子到服务运营 原来大家都卖的是一个一个的设计 一个一个的盒子 而现在在向服务运营去转变 第二个就是独立到协同 原来这个独立一个是说设备之间是独立的 还有一个就是单个公司之间区也是独立的 在现在大家都在去走上一个协同 包括设备之间 能力之间和功能之间的一个协同 另外就从线下到线上 或者是线上加线下这样一种联动 第三个发生的变化就是在防护模式上 原来大家防护的都是一个资产 而这个资产表现在就是一个网络或者一个系统 或者说一个IP地址 就是说我要保护它这上面是受到的 但现在其实防护的都是信息或者数据 而不像原来我防护的就是一个IP地址 为资产的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第二个就是原来大家都说 怎么去做防护怎么去做防护 但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说 我怎样去快速的减算翻译的威胁 就因为这样的所以威胁感知 这两年被提的非常的广泛 而且很多人所谓的态势感知 其实更多让它做的是威胁感知的事情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包括自信安全的出现 其实就是说你只要快速的去发现这个威胁 而且只要去做到应急的响应 然后第三个就是个体和组织 原来确实都是大家各方各的各干各的 但目前都已经发展到 逐步的去情报共享和集体协作 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翻过来来去看一个全球的 这样一个产品结构和国内的结构的对比 从这上面也可以看出来服务是一个趋势 来看全球 硬件和软件和服务 依次都是逐步增高的 而大家购买的使用的更多的是服务 像在国内 其实现在大家更多的购买的使用的还是硬件 其次是软件 然后最次是服务 但肯定是这是一个趋势 所以最终大家都想总向服务 占上它的比重 那么我们来再看一下网络 这是一个新加密行业和技术有关的十大趋势 这是我去总结了十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 业务成为安全最长驱动力 这个其实也可以可见 因为现在 尤其是到了所谓的DT时代 或者叫DB时代 你的资产也转换为数据资产 那么普通去保护它的安全 本身业务的发展 这个驱动的人安全 取有很多的需求 第二个就是协同成为业界最大的共识 这个今年的一个名词 或者叫一个比较翻译的词 其实就是协同 第三个就是人安全产品走向 整合即平坦化 不再是原来单独的产品 其实这也是协同的另一个体现 第四个就是原安全业务是这里 这个后面会稍微展开 第五个就是安全威胁 分析越来越重要 第六个就是中断安全冲突江湖 之所以提这个是因为今年 从去年到今年 EDR这样的产品又再次出现 包括中断的增添安全防护也在 再次给大家去讨论 甚至ABT里头的攻击检测 也会到中断的层面 所以我用了这样一个冲突江湖 第七个方面的趋势就是 威胁情报承担着重要的使命 其实 这个就所以这样说 就是因为这情况 确实越来越重要 他很多办理的一个 比较关键重的一个角色 第八个就是它是感觉产品中多落地 第九是区块链继续被应用了 第十是用光智能推动 然后一边发现 这个就大概过了就是 有这么十个大的趋势 其实还有一个是 不得不去思考的就是 这么多的趋势背后是什么 或者安全的本质是什么 这个刚才三六年前的高总 其实已经提到过了 就是工房的本质 就是做安全做了这么多年 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十个不要忘记 这样一个本质就是工房 只有工和工他们这种博弈的存在 这样一个不停的去互相的这样 争斗或者互相的这样去做的事情 其实才有整个安全产业的繁荣 所以我们所有的工程学 都是用工房来展开 那么你再进一步去想 在工房里头 如果你发现这个威胁 或者发现这个攻击 它的那个阶段或者层次 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就取于你最后的防护的效果怎么样 诸多了很多人是被攻击之后 才能发现不了 过了很长的时间才能发现被攻击了 有的可能是攻击 刚也造成一个影响去发现了 也有的是在攻击的过程中会发现 还有一些相信的人工智能想去做一些 在攻击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去发现 这个随着翻案的阶段的往前推演 这样子我们的防护可能会越来越好做 然后效果会越来越好 所以它的本质就是工房 这个我觉得做安全的可能 永远不会忘记它背后是什么 这个有利于我们去建立很多的思路 去做一些安全的事情 就背后始终的本质是工房 那么我们再回归到刚才谈的 园安全严实热点这样一个话题 因为本来我们现在在做的 主要是和园安全有关的一些事情 在园安全严实的区域上面 其实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安全级服务 这个也是这一两年 越来越多的 用这样服务的模式去提供 一些关注一些东西 第二个就是知识益安全 知识益安全这个也越来越多 包括会有很多的公司 拿着很多人资 第三个就是杰益 其实主要体现就是软面定安全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渊安全其实是两个方面 就是云自身的安全 一个就是利用云提供的安全服务 那么不管这两个方面哪个方面 其实这三个特点都存在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我们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目前做了这样一个SDSN5式协访平台 就是用软件定义安全的思路和理念 去做了这么一个东西 俗称核心就是软件控制器 可以这样去理解 它主要做的事情 就是软硬件功能的捷偶 就是我打散原来的一些安全设备 或者功能它所做的一些事情 尽量把它做个原子功能化 然后和软硬件捷偶去分开 这样的话也就会来做上次的编排 包含面自然磁化 甚至还有一些调部算法的应用 多一个引擎 再到上次的通过编排 就通过这样一个控制器 去做了一个软件定义安全 这样一个分布协同 右边是一个 因为整个软件定义安全 通过系统平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 那么我右边这边拿的是实际上的一个 它中间的一个子系统 就是调部平台的子系统 然后我去做的就是这样一个架构设计 它主要是去做自然质的管理 专业的调部 包括一些算法 然后多一个引擎的管理 怎样分上去能力 南北向 比如说北向跟设备跟资源 跟单个能力怎样去对接 然后北向输出一些相关的能力 其实这是一个调部系统的架构 那么我们基于SBS 在软件定义安全这样一个平台之上 又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之上其实又做了一个软件技服务 就是核心是软件定义安全这样一个思路 去做了一个多协同的这样一个平台 那么基于这个平台之上 我们又做了一个能力层 然后在能力层上又做了一个服务层 这样的话就是上层你用到的是软件技服务 就是你用到的是一个一个的服务 但这些服务是怎么实现的呢 是通过能力层的一些能力组合 而能力层的能力来自于哪 就来自于软件定义这样一个平台 而这样的平台 完全是比较整个单线的资源池 资源池可以是有软的 可以是有硬的 也可以是在不同地方部署 像我们其实在全部很多地方 做了这样一个资源池的部署 甚至还有资源众筹的这样一个概念在里头 就通过这样一个模式 就可以把整个安全器服务 和一个很好的理念和思路去做 去推广 而这个还有一个好的就是 很多服务是可以重组的 像原来不存在的一些安全器服务 其实可以通过这道平台重组出来 让它具备了一定的智能化 其实到了这个安全器服务 其实我们还没有结束 我们做了更进一步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电商 所以安全方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电商 它的主要模式就是 人力安全加安全器服务加SARS加电商 这样一种三种模式的组合 在最上次你看到的是一个电商 是可以去购买各运端的安全服务 这些服务你买了就可以及时使用 因为它本来是基于鱼化 基于软能定安全和基于SARS加 去做这些服务 而当时其实做这个也是因为 中国电信面对着很多的中小企业 他们本身会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说它来安全怎么去做 它怎么去选择安全厂商那么多 选完之后买了设备怎么去用 也是个问题 另外它的投资是比较大的 因为设备比较贵 还有一个就是安全对人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企业它安全怎么去做 一个中小企业 那么我们就用这样一种模式 就用SARS加SARS加电商 这样的模式 中小企业只要你登录这个平台 你去购买了这个服务 然后就可以去使用 接下来就是一个服务实践的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网站面签字服务的 就是说你在这儿去购买 就跟买商品一样 去买安心的购物车里头 然后就可以在线的 有了结果之后 就可以在线的报告 这个报告而且可以去下载 是个Word版的 这边也是包括它一些 漏洞的位置 漏洞的一些处理建议其实都有 另外还有Word版的报告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会有短信发送 就是说当一个服务完成 你会接到短信 就是说我帮你组织了什么样的攻击 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检测了什么样的威胁 都会用短信去通知你 另外还有一个ADP 就是你可以在手机上去看 你购买了各种服务 它的相关的情况 以及一个结果 这是网站监测服务的 那么我们还有一块实践 是云外的网站 跟监测服务这一块的东西 因为这块也是在线去购买 像这是一个鱼网 然后你在线购买 购买完成之后 这是第二个就是 把你的域名和你正式的IP 都添进去 系统会去做探论 会去帮你做一个对应 然后接下来 你会去修盖原型S的这样一个解析 改完之后 其实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图 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界面 就是你实时的攻击 这是我们实时的一个图 就是这是在前几天提到的 所以目前有540多万次的公积 这样一个的房租 就是每个用户 只要你购买这个户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 当前的几几小时的公积的情况 几几小时有什么样的工具针对你 然后他们的一些类型的分布 另外还有一个专业的报告会给到你 就是包括一些公积源的分析 公积类型的分析等等 公积流量的分析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云瓦和它的背后 因为云瓦和这个东西也是基于刚才所谓的 SDS就是我们这个多分布的这样一个 协同平台去做的 那么在这边之上其实还有两个东西 是高挂的相关的 就是左边是SDS 也是人类安全这样一个协同平台 主要就是做一个安全控制器 然后中间是安全大数据 安全大数据是人类方的一个平台 包括数据产品分析还有能力到服务 最后还有安全威胁情报 也有一个安全威胁情报中心 这个跟up的人动 其实我们的大数据平台会产生相关的一些数据 给了威胁情报中心 威胁情报中心 会去得出一些新的公积的这样一个威胁情报 然后拿到这个情况之后 会把这个情报输给云腕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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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腕� 所以把整个这样的一个迷WAB会更好地去及时地发展一些安全性的空气, 然后去做到一个防护。 那么我们来看这套WAB它的防护效果如何呢? 这个是上线92天,这个数据是25号的数据, 就当时上线92天,其实已经给客户防住了540万次的攻击。 其实在这个客户里面有一个客户,他的攻击量非常大, 他在4个小时之内有193万多次的攻击, 其实用这种方式帮他防住。 如果说不是GISDM这种理念,你只是一个单单的设备, 你能扛不住更大的攻击的,而且在4小时之内。 其实当时大概测算一下,可能一分钟会有8000多的攻击, 而且这里面主要的攻击都是注入类的攻击, 其实都不是简单的数短条。 所以这样的话,只有基于软,并安全去把很多东西打散, 包括我们在WAB其实比较防护引擎还是打散的, 而不是像原来你看到的一个防护引擎, 他会做很多的事情,目前都是打散的, 就每一个星月或者每一次攻击, 可能说两次攻击都用的,不是一个防护引擎去做的, 所以第一次攻击过来,我会用A防护引擎去干, 第二次过来,我会用B, 我会用整个东西系统平台,他会去调度, 会去看上谁干这个活,这样合适。 所以这样的话,我才能够在抗住这么大的攻击, 而要支持一个客户,还没有算很多客户。 那么最后总结一下, 就有几个关键词吧, 因为今天去的视频就要紧张了, 所以我就讲得会快一些, 要不然会影响大家下午的运动。 关键词就是, 软件地益安全这个, 其实在业也提了这么多年, 但你去看,在商业化落地的很少, 所以至少我觉得我们这个是一个商业化落地的东西, 而且现在有了客户,有了全部的东西。 那么我们在里面去有一些, 做了什么事情, 我这儿都把关键词列出来了, 第一个就是软件功能机奥, 这做的是最基本的一个工作, 然后就把它兜给打散, 纯粹是到了原子功能加的一个阶段, 到了细地度很细, 然后第二个是软件功能的编排, 能力分装和安全资源齿化, 其实这也是很关键的基因, 这些是必须做到的, 其实再往上走, 你可以做到检测和防御的协同, 即使我们那天监测和云瓦的防御其实是协同的, 它不是单独的, 然后再往上走就是综合防御, 就整套下来, 我们综合防御的软件设备管理, 安全设备的重够其实在那边也很重要, 这些安静设备打散, 原来是哥布津连安静设备, 另外就是人家滴安全这种思路去做的话, 其实它具备像开放, 高效,灵活,快速力成的, 这样很多的特点, 而且非常的灵活, 使它具备智能化又近了一步, 我今天的分享大概是这么多, 好,谢谢大家。